日常生活中对于孩童来说危险无处不在 家长们更是要时时刻刻的注意孩童的一举一动 卓西乡就发生了一起女童受困的事件 一名三岁的小女童在住家附近玩耍受困田里 所幸所长巡逻发现及时的协助脱困送返回家 卓西乡一名三岁小女童在住家附近玩耍受困田里 先逢所长巡逻的时候发现 及时协助脱困并且把她送回家 卓西乡一名三岁小女童在田里想要爬上道路 但是因为田地与路面高低落差将近有两公尺 小女童无力爬出 黄所长健壮立即上前协助将小女童抱上来 去找你阿姨 范局长陈伟文说 孩童安全的问题是每一位家长们都非常惯性的 由于孩童天性喜爱玩耍 对于许多事物都充满着好奇心 遇到一些新奇好玩的东西时 往往可能意识不到危险的存在 家长稍有不留意就容易酿成悲剧 记者高双双日理卓西采访波动 每个人都多了 唾示範 词